各位車友大家好 跟各位介紹一下我的新車 我之前的車子被車友買走了 我一直要推薦給他別台 他一直要 一直要買我那一台車 我已經先推掉一個車友 結果下一個車友又硬要 那這一台不要再買了 給我好好練一下 我也是繼續買401 因為我覺得401真的是好開 CP值很高的車子 我非常愛 那這一台401跟 之前那台401差在哪裡 差在方向盤 這方向盤是新的 這一台比上一台好的就是方向盤是新的 這方向盤全新的要9000塊 這矽膠的 上一台沒有全新的方向盤 差別就差在這裡 但是不要再買走了 我已經先講了 給我好好練一下 OK 你們要我再推薦你別台 這一台給我好好練 拜託拜託拜託 好吧 OK 給你們看一下FK有沒有 帥帥爆 是吧 我的411 我的愛車有沒有 是吧 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你看喔 這配色都有配在一起喔 黑色 黑色 有沒有 紅色 紅頭 有沒有 連那個攝影機都紅色耶 你看有沒有 對吧 是不是很酷 藍色 欸 藍色我不知道配哪裡 反正就是 藍色好看嘛 對不對 FA就是藍色 Fernando Alonso 對不對 兩季世界冠軍 有沒有 酷 FA就是帥 是吧 Alanso就是帥 你看 哇 好啦 這一台讓我好好練習啊 不要再跟我買了 好嗎 不要再跟我買這台車 這台讓我好好開一下 要的話 我推薦你別台 OK 好嗎 那就這樣囉 拜拜 嗨 各位車友 如果你真的要買車的話 真的要買的話 我推薦你一個CP值高的好車 這一台 Zanadi 有沒有 Zanadi 是吧 是不是沒聽過這個牌子 Zanadi的車子 這車架是Zanadi的 沒聽過這個車子吧 好 那我講一個牌子 你們應該有聽過 叫做KR Car Republic 他就是KR的前身 KR的前身就叫做Nanadi 酷吧 你看很明顯喔 他股價都是銀色的 有沒有 是吧 他股價都是銀色的 這車子只是沒有清理乾淨而已啦 但是其實車子是蠻新的 蠻新的 有沒有 Zanadi 而且這個是32星的 32星意思是管境比較粗 撞不壞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因為他比較粗 對不對 你要撞壞要很大力 OK 所以買這個車應該不太容易他撞壞 因為他32星的 非常的堅固 你看他比較粗 有沒有 是不是比較粗 對吧 然後這個有前煞 只不過這前煞是廢掉的 是沒有公用的 沒有公用的 但是比賽的時候 你可以留下來當作配重用 你可以留下來當作配重用 但是比賽的時候實際上它是不能有公用的 不然如果你不喜歡配在前面的話 你也可以真的拆掉以後 然後旁邊配這種千塊 也是可以的 像如果你想買這台車 你想要配X30 這上面是X30的引擎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你要配MAX也可以 OK 這一台就是CP值高的好車 如果你想要入門的話 我建議也可以從這種車子開始 Ranadi KR的前身 如果你們有在看世界頂級的單速賽事的話 最高的是WSK OK OK 還在前幾名的幾乎都是KR跟TONIKA 就是OTK集團 KR在甘地的時候非常的快 這就是KR的前身 叫Nanadi 他的名字叫Nanadi 就是KR的前身 你如果看現在KR 他股價也都是銀色的 你看Nanadi也是銀色的 一模一樣 這KR的前身 我覺得很酷 我也有開過一次KR 我也覺得KR車子真的是蠻好開的 很棒的一台車 推薦給各位車友 OK 這個是CP值高的好車 接下來 介紹一台怪獸給你們認識 這個就是帥爆 這個整個帥到爆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看到這根 帥到爆 有沒有 是不是 這是什麼 KZ 這個是KZ TM10C的引擎 TM TM10C的引擎 像 這些引擎裡面 TM Voltex 這些 像 它應該都屬於這些引擎大廠裡面 TM算是最耐用的 就是你最好保養最好整理的 引擎耐用度最高的 所以會推薦給車友是這個原因 它不用就是 你可能會怕它會說或什麼之類的 它只要照顧的好就是沒有問題 那你看 最新 401 帥爆 有沒有 真的是帥爆 有沒有 原廠框 有沒有 是不是原廠框 帥爆 貼紙帥爆 整個就帥爆 是吧 KZ 性能猛獸 哇 這個冷排也太帥了吧 到這裡還銷進去 天啊 太迷人了吧 有沒有 大碟 不用講 帥爆 整個帥爆 micron 5S 最新的 椅子 OTK 原廠的椅子 介紹一下 車友 這個性能巨獸 車友你可以自己選擇 如果你喜歡單速CP值高的 就可以選擇 這個CP值真的很高 有興趣的 你可以來私訊 不要再買我的車子 拜託 懇求一下 拜託不要再買我的車子 我介紹給你 好嗎 我之前也是推車友這台 他們就不要 硬要我的車子 不要再買我的車子 這台 這台真的不錯 CP值很高 OK 你剛入門的時候很適合 撞不壞 好嗎 32星 撞不壞 OK 你要搭什麼引擎都有 KR的前身 KR就是速度的保證 應該沒什麼好講 好嗎 CP值高的好車 又不會花你太多錢 又好開 對不對 那如果你真的 喜歡很緊繃的話 非常緊繃的話 這個 超級緊繃 就這個 有沒有 夠緊繃吧 你光看它的顏色樣貌 就覺得它超級緊繃吧 帥到爆 真的是帥到爆 看這些細節 真的是看到真的很迷人 有沒有 真的是太美 美到爆炸 好啦 但是我覺得我要先練跑 我先單速練跑 然後再練 第一步 然後再來練六步 因為我單速也還沒去 我單速也還開得很慢 不行 好啦 就這樣介紹給各位車友啦 如果對這兩台車有興趣的 私訊我啊 OK 掰掰